我竟然要进军娱乐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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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们现在已经帮我进军娱乐圈了 我竟然要进军娱乐圈了 我竟然要进军娱乐圈了 只有我来说就这样给大家拍摄 谢谢 谢谢 你怎么还私信不来抢个账号 还想粉丝骂你们过多啊 什么叫抢呀 这公司规定了 张罗不能随人走 浩哥的外派你进娱乐圈了 那多好啊 我的粉丝肯定为你开心的呀 少在这儿胡我跟我的粉丝了 别扒了我 先脏 哎 晓雅啊 这一次进军娱乐圈的机会啊 属实难得啊 我呢 一直是觉得 你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 能撑大手的人才把机会给你的啊 这些什么阿曼妮啊 谁这样的 来给你做健美礼物啊 你拿着小姐姐 浩哥 你少在这儿小星星的了 小姐就赶紧收下吧 公司国主啊 排着对象火出圈 浩哥 多久了就会给了你 那是看了起你啊 这种东西 这平时武力浩哥一个顶十个 怎么今天都能浩哥唱反调啊 小小天叫我妆容 这进军娱乐圈的大好事情 我得为他的发展考虑 走吧小野 赶紧回去收东西 收走 不是 路思雅 放心 浩哥你小心思我能看不穿吗 这次啊 我一定要让王号身败迷恋 走 大老 浩哥先是未经允许 扎自外派小野去娱乐圈 不然又是拿礼物双买他 WAPC又道德百坏 不信你自己去问了小野 像他这样的经纪人 根本就不配这位在公司啊 老板 都在呢 那正好 老板 这是小野主动外派娱乐圈的申请 您带着帮他通过一下吧 看 我刚刚说完他就来了 他就是恨我的立马上所有组人 哦 合着你们俩是来找老板告状是吧 我告诉你们啊 我这都是为了公司大局考虑 他小野数据啊 有3.7万的 还有2.1万的 差得离谱 早点进军娱乐圈才是出路 那你自己 浩哥 你们心思问 数据超我哪次没有反思 哪次没有做总结 我已经再努力了 这不是你去别对待 比我外派的借口 多说小野 我的规划安排是你能参悟的吗 好 你个王后 还嘴硬是吧 那就让粉丝来打你的脸 这期如果有10万粉丝觉得你行为不端 你就给我停这一周 下周再带着五千字街道来见我